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朋友 这说起来是这样 我们有位信徒他的工作帮人家剪头发 那么如果来的客人是听国语的 讲国语的 他就会播放我们的人间好心情给他听 如果他是讲广东话的 他就会播放我们制作的空中红发 另外一个节目叫满城佛光源 那就是由他转过来的一个赞助 就是说他播放这个人间好心情 那一集正是我们前几个星期 在谈三好儿童东令营 最近的事 那这位我说要谢谢的是苏太太 虽然我不晓得她什么名字 因为转过来的人只讲说她就是苏太太 那她一边帮她剪头发 那一边播放人间好心情 那她听了呢 她就说这个节目很好哦 然后节目里头谈到儿童的活动 她也觉得特别好 她就问能不能赞助 哇 真的是有心 对 所以我就是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呢 跟这位苏太太说谢谢 那当时我们收到这笔赞助呢 当时我就说让她跟小朋友结缘 所以就是在我们刚刚才过的三好儿童东令营 小朋友吃饭的时候就用她的名字贡栽 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开心 结个缘 哇 这位苏太太太让人感动了 听到一个节目 在刹那间马上就发心 真是很难得 非常感谢苏太太 谢谢她 你刚刚提到说这样一听到马上就结个缘 其实这种叫水喜 她就是随着这种欢喜结这个缘 是 好 那么讲回来了 今天的名像你我他 确实我听到几位有听的人跟我讲了说 这样子来讲 好像他们很容易就把佛法的专有名词 就是说除了我们节目代开的话题以外 他们也会去想一下 那在生活中自己的情况 什么时候正好就是用上这一句了 对 像做游戏这样子 就像填那些puzzle一样 要到什么事情 我会想想用什么样的佛法 能够来解释让我自己放下 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情 对 你刚刚这样形容很好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运用 这个是通过思维 你可以慢慢 它有一点时间让你去想想 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 就不那么生气了 就转 那有的呢是就在那个moment 就是那个当下就起了一个 不管是当头棒喝呢 或者是说当下转念呢 那个力量就有 对 所以希望我们的名相你我他 可以帮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参考 感谢师傅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一个节目 这个单元啊 今天呢名相你我他要介绍了 我就从舒太太赞助我们的三好儿童冬令营开始 我想今天来谈这个名相叫做四小不可轻 就是这事件上有事件事物 它看起来很小 但是你不可以小看它 不可以轻忽它 那哪四小呢 第一个是小火 小火苗 对 我们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然这个火它只是一种大自然的灾害的一个代表 你也可以说是小水滴 这个水滴虽为渐营大气 它就慢慢就会造成不可预测的事情 是 你说电线走火 像这种天气大家用电量高 这个电线老旧啦 或者是有一些破啦 甚至很久没用 上面沾满灰尘盖满灰尘 你突然间冬天到了 你去开它 它也可能因为散热不好 造成冒烟啊 闷烧啦 短路啦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看起来很细微 你不要轻忽它 可能那样成大火 是 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 所以小火苗 你不要小看它 不要看轻了 是 那第二个呢 是小龙 龙啊 蛇啊 这些 意思就是说 这些动物界的生命 它小小的 你不觉得它如何 但是如果小龙长大了 将来成为大龙 龙王 它可以兴风作浪 呼风唤雨 兴风作浪 你就很难讲嘛 对 所以就是不要小看这些 刚刚是讲 大自然界的水啊火啊 这种力量 另外一个是动物界的力量 优小的生命 你也不要小看它 那另外呢 小王 这来到我们人了 人间到了 是 小王子 他年纪虽小 他可能在强宝之中 他可能还是小娃娃 你都不要小看它 是 将来他要继承王位 或者是说 他也可以决定 国家的所有政策 包含这个国家的新王 对 就在这个国王的一念之间 在他的决策里头 是 那第四个呢 是小沙米 那小沙米 年纪小小的 就入佛门出家了 你不要看它 小 不懂事 甚至有的小沙米 它因为生活很单纯 它可以很纯真 也可以很调皮的 对 自然的嘛 在佛光山的一些小沙米 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在办 沙米学员呢 但 早期是有办沙米学员 现在是在印度 印度的佛学院有办 这些沙米 年纪还小 有的呢 聪明宁巧 有的呢 那种灵巧就变成调皮的 也有 但是有的呢 老成持重的也有 OK 各式各样都有 那你不要小看他 年纪小 他要长大了 未来是大皮秋生 他未来是大法王 你很难去评估 他未来会是 发挥怎么样一个影响力 一个作用的人 所以今天介绍这个 专有名词 事小不可轻 当然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比较少运用到 这个名词 如果今天我们不讲 可能平常是很难听到的嘛 但是呢 你今天听到了 它就会是一个观念 你不一定把它用成一个名词 去形容某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名像呢 带给大家就是说 你有这个观念 这个万事万物 所有的人事物 你不会因为他小 然后就忽略他 是 所以我们也讲说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比如说这个小孩 在学校里头上学去 然后就看到同学的铅笔啊 橡皮操啊 这些文具啊 自己喜欢就把它拿回来 那这个妈妈看了他 你今天怎么这东西 他说我同学的 我趁他不注意 就把它拿过来了 他妈妈就夸他 哎呀你真聪明 比如这样 他小小时候 做这样的小小的恶 你没有去导正他 反而去助长他 他下一次呢 就把人家的小包包也带回来了 是 再下一次他越长越大 越偷越大 他最后长大了 不务正业 去当小偷去了 是 像我们以前民间 有一个说法是 小了偷真 大了偷金 就小时候你偷一颗小针 等你长大了 可能你就会 金银财宝 你都会去偷 其实一个灾难来的 这一个家庭来说 所以今天 从苏太太的一个扇行 对 赞助我们小朋友 也不要看 可能苏太太再一次 听到我们节目呢 会说 哎呀 这个一件小事嘛 对 这不好意思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您这个小小的善念 小小的善行 然后其实是给我们做节目的人很大的鼓舞 真是很感动 是 这是 同时我相信 他供了栽马 可能就养了未来的小法王啊 未来的小王子啊 未来成大器的大人物 非常感谢苏太太 所以我想从今天的话题 其实可以衍生开来 大家可以看看你身边 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你觉得他小 然后会轻忽他的 你最好重新再审视一番 记住咱们的四小不可亲 另外呢 我也想提一下 现在在这个时候准备要点光明灯啊 做新年活动的这些赞助的功德的人 就慢慢多起来了 是 最近开始点灯的人比较多 那有的人就会想 那我点的不过就是一个小灯泡供在佛前嘛 嗯 你不要看他小灯泡哦 其实你供养的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就说 你供养光明灯 不是一个小灯泡 你是供养整个道场的光明 嗯 照亮你的虔诚的光明 你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光明 是 就从这个小小的灯泡 因为你有这一份心意 那你就知道说 他的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 是 心有多大功德就有多大了 是 我也希望大家在做这些善行的时候 你都知道 不要因为他小而轻护他 其实善行小也不要轻护 恶小当然我们更不能去做 对 好 非常感谢师父今天给我们的开示 在我们的新年中间 得到这样的法语是非常有益的 有佛法就有办法 谢谢 谢谢 这个确实是 那我们今天呢 就非常感谢师父 今天来到我们的联播现场 嗯 好自在 那大家如果仔细听呢 他唱得很快的 他们一边唱一边跳 旋律很快 但前面其实他们就先唱了一首 季语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 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好美的意境 是 对 那然后呢 在这一首歌之后啊 其实我要先预告一下 就是这个单元啊 叫法海飘香嘛 嗯 对 那我们制播主啊 经过会上的决定 从我们今年开始呢 法海飘香 单月份呢 要飘菜根香 嗯 那请来的会是我们滴水坊的主任 陈华欣师姐 嗯 那她也是我们佛光会的督导 这一次还特别同意来担任副会长 来辅助会晤 是 那么她坐镇滴水坊 还有我们厨房 她是点座的高手 是 就扳任的高手 所以以后单月份 都会请到华欣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讲素食都是一种 差不多叫流行了 嗯 但是真正长期吃树的人 要怎么样来养生呢 或者是在特殊的节日里头 怎么提供全家人都可以品尝素食美味 那么就在这首好自在的歌曲之后 再请大家跟着来分享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自在 春有花 秋有月 夏有两朵 冬有雪 有些是挂心头 便是人家好世界 千年出万年生好自在 千年出万年生好自在 千年出万年生多么自在 若无雪是挂心头 便是人家好世界 不要只看命和利益 不要谈权和愈 放下自在 自然的自然 今世纪美 伤心伤和清醒 的网友出妄想 生活中的许多 要体会 烧起脚 不再一年烦恼 平常心 自然 请到飞远 心中寻 千年祝万年宋 好自在 千年祝万年宋 多么自在 千年祝万年宋 好自在 千年祝万年宋 多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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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 那在我们上半段已经预告了 下半段是法海飘香 今天呢我们飘的是菜香 那我们有幸邀请到佛光山华岩寺滴水坊的主任 同时呢也是满地克佛光会的督导和副会长 陈华兴师姐 欢迎您 陈华兴师姐 主持人一新你好 还有人间好心情的听众们 大家好 谢谢 那我们知道呢 华兴师姐她的厨艺是了不得 那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是忘不了她的红烧面 对 滴水坊的红烧面 然后呢 我的先生呢 他是非常非常赞叹她的炒面 其实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宝贵的意见 大家一起共同向前 对 我相信说 华兴师姐在这么多年的 主管滴水坊的过程中间付出了很多的辛劳 同时我也相信说 她在吸收大家的意见 同时做改进 才会有今天的这么好的厨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希望华兴师姐能跟我们谈一谈 现在是冬天啊 谈一谈冬令时节的素食养生 还有呢 现在也是年关了 就马上要过年了 像家家户户在准备着过年的食品啊 大餐呢 如果说华兴师姐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啊 给我们提供一些素材 怎么样的煮一道好菜呀 让全家人吃的开开心心啊 热热火火的那样子的 那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会是更加的圆满过一个年 好 我们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叫做食传食美迎新年的吉祥年菜 哦 那太棒了 这个名字就很好 对 很多人说啊 素食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素食也是可以煮到很美味 只要我们用一点点的心思的话 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呢 材料方面 可以放一些莲子啦 过年嘛 我们是希望那样的通啊 碌碌通啊 对 然后一些白叶啦 红枣啦 比较养生一点的 OK 白木耳啦 还有白果啦 黄子菇啦 猴头菇啦 或者一些竹参啦 香菇啦 莲藕方面的 OK 那这个用心去好好慢慢的炖出来 就是会出了一个很美味的年菜来的 嗯 这就是这些材料 那么我们这个材料是一起都放进去呢 还是说分时间段去放进去才能够出那个美味呢 是的 比如说香菇啦 白木耳啦 那些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比如莲子啊 莲藕那些 比较所谓硬一点的 是需要多点时间去慢慢给它焖出来的 这个焖的时间大约会是多长时间呢 最好要超过半个小时比较 半个小时以上 对对对 比如豆包呢 可以先稍微炸一下下 让它比较容易吸那个味道出来了 OK 基本上其实都是用一些比较原汁原味为主的 OK 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难煮开的那些 就是要煮半个小时以上 然后我们再把炸好的豆包把它放进去 是 就不需要煮得太厉害 让它还保持原来的那个味道 也保持原来的形状 OK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这个汤里边还会有青菜吗 这个是属于比较养生的 嗯 蔬菜可以放一点的 大白菜下去也可以的 OK 对看个人的喜欢它的口味了 OK 其实做这么一道菜的话 我想是全家人都合适的 对 比如说要想要再养生一点 可以加点枸杞子了 嗯 那这道菜 看起来颜色比较漂亮嘛 对 红的黄的白的 是 各个颜色都在里面 其实各种维他命都在里头的了 OK 其实除了加枸杞之外 曾经我听您说过 好像汤里边一边放一点党参啊 那个当归啊这些的话 是不是会 那是一个养生的汤了 这是另外一个汤 OK sorry sorry 我对厨艺是不太会啊 所以就是您也都包含 OK 那么我们现在连菜就加点枸杞 让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漂亮 然后同时呢 它的味道也会不同 是了 OK 另外刚刚讲的当归那个是药膳汤 哦 这是个药膳汤 对 冬天比较适合一补啊 不是啦 适合在冬天时间嘛 比较适合可以补一点点的 嗯 除了当归你可以放一点黄芪啦 红枣啦 嗯 山药啦 还有喜欢可以放一点树鸡或树火腿 是 嗯 那个就比较属于有点味道啦 大家喜欢那个的 是是 那道汤是叫什么名呢 这个汤就药膳汤 药膳汤 那么它的材料是当归 黄芪 黄芪 对 红枣 红枣 树鸡或者树火腿都可以 OK 然后可以加点山药啦 山药 OK 那么那个是要包多长时间呢 这个药包最起码一个小时以上 最起码一个小时以上 对 有点中药在里头嘛 所以这时间需要长一点了 OK 那个汤 包着汤以后还要加进其他东西吗 还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就可以了 吃的时候放一点点盐巴就好了 看个人的口味了 OK 这道比较属于补血气 嗯 很多人说 吃素啦 吃的身体怎么怎么样 这可以补一下下咯 OK 其实到冬天 因为气温比较凉 对 血液循环这一块的话呢 很多人都会有障碍 就不是到了末少血管的时候 到了手指尖 脚指尖的时候 血液循环没有很强劲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觉得手凉脚凉 这套汤应该说是对 手凉脚凉的那种现象 是会有所改善啊 对 因为冬天嘛 都是比较寒冷了 对 这个喝点比较温补一点 对身体会比较有帮助了 对 这两个都非常实用 那过年节的时候 我们还会炒一些青菜呀 味道又好又好看的那种 是是 您给我们介绍一两道 好 比如说除了刚刚十川十美银 新年的吉祥年菜之外呢 也可以做一点比较简单一点的 比如说豆苗炒黄子菇 做的方面呢也是比较简单 因为豆苗稍微用水 就要煮一下嘛 就黄子菇切大块一点 把它炒 然后就放点姜 然后上面喜欢的可以勾点芡 然后又再美一点 或者更养生一点 也可以放点枸杞进去 颜色就要一白的 红的绿的这样子 对 就是说 即便宽泉那个颜色还挺鲜艳的 对 就我有看到过您做的啊 对 那一套菜是又简单 对 就如果去餐馆的话 可能就是好几十块钱 在咱们自己家做 可能就几块钱就搞定了 是的 感觉这个菜也很养口 OK 那除了这个黄子菇豆苗之外 您还会给我们推荐一些什么 粘菜呢 可以推荐腐皮卷 腐皮卷 对 就是非常好 腐皮卷呢 其实材料也是很简单的 这边介绍一下 就是有黑木耳 树火腿 大白菜 红萝卜 然后就全部东西的切丝 切丝就用新鲜的腐皮 然后腐皮 我们有几个方法了 有的包的像腐带这样子的 要包腐带的款式呢 一般我们就用一片大片的鲜腐皮 就剪成四片 包的时候就试一下水了 要再软化 要再包 对对对 里面材料都先炒一下 那咸蛋都是自己用自己的 对 就加点香油了 就吃的时候可以就这样半斤炸 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的 香脆的 有的过年我不想吃太油腻的 也可以把它蒸 稍微用蒸一下 大概蒸个十分左右都可以的 是 那筋炸那个比较脆口香口的呢 就可以沾点酱 甜辣酱 或者一些酸甜酱也可以的 看个人喜欢的 对 跟脆的那种腐带 吃到口里面也欢喜在心里 对了 过年 大家欢喜 对对对 另外整个红包带那种形状 都是美美的呀 OK 红包带 那小孩子会喜欢 很香口了 大家都应该会很喜欢的 OK OK 所以里面的料也是很营养 也是很好吃的 OK 这个是腐皮红包带啊 反正就是自己想什么 你就可以做成什么 这真的是蛮自由的啊 是吧 其实只要用一点点心思 变化很大 素食 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复杂了 就是没有入门就会觉得 哎呀 好难做呀 其实在华欣斯姐的手中的话 它什么样的能变出美味 是大家给我的信心 谢谢 是是是 这主要也是您发心 不断的在贡献给大家 那刚刚听到华欣斯姐 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年菜啊 我一听听 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呢 也是可以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做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 我们的听众朋友 他家里没有太多的时间做 那华欣斯姐 我们有可能会在滴水坊 吃到这些年菜吗 这个年菜其实要做 并不是那么复杂的 但是一共菩萨们呢 就很期待 围炉 每年一度的 对对 每年一度的 在元月十四号呢 我们一共菩萨就有个围炉 里面大家都应该吃得到 这道菜的 哦 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中 经常回到我们佛光山来做义工的朋友 就有口福了 今年呢 华欣斯姐会给我们献上 这么多精美的年菜 同时呢 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也不要泄气 那其实在来的一年的话 大家有时间有心 多来我们佛光山走一走 帮我们做那么一点点义工的话 我们会很感激 同时呢 华欣斯姐会贡献他的厨艺给您 好的那好像时间又差不多了 对 非常感谢华欣斯姐今天 能够抽出时间做年菜的讲解 谢谢您 好 那各位听众朋友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请拨打我们的电话 514-721-2882 那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